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yuan 如果你买一支便宜的手机 那他们常常会舍弃掉一些你可能不会用到的功能 像是NFC啊 然后Wi-Fi的频段 然后有一些通讯的频段 还有可能记忆体的速度等等 像是我这支每天带出门的手机 这支是ASUS的Zenfone Max Pro M2 那当初买这支手机可能是因为价钱漂亮 萤幕大、电池大 然后效能还可以 我就买了 也没有想太多 因为我想说 诶 应该什么要了 应该都有 这支手机我用了几个月之后 我还是非常满意 就是它的电池续航啊 萤幕够大啊等等 效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直到我最近买了一个新产品 它需要用到Wi-Fi 5G的频段 我用了用才发现 这支手机没有Wi-Fi 5G的频段 我以为5G频段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当初 根本没有用到这个功能 那我也没有多想 结果就买了这支没有5G Wi-Fi的手机 所以我今天买了另外一支手机 就单纯就是因为它有5G频段的Wi-Fi 这就是我们的Pocophone M3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快速开箱 然后顺便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功能之类的 那我们在开箱这个Pocophone M3之前呢 我们先告诉大家一些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一些产品资讯 像是Wi-Fi有5G跟2.4G的频段 这就是我最大买这支手机的主要原因 这支手机的荧幕玻璃是Gerrilla Glass 3 所以其实还蛮老旧的 我买这支手机是64GB的版本 那它的记忆体是UFS 2.1 其实还算不错 这支便宜的手机一样没有NFC 但是它有一个很酷炫的功能就是红外线遥控器 这是平常手机很少见的东西 这支手机比较特别的规格就是这样子 那其他的规格你就上网查随便查都查得到 那我们就直接来快速开箱这个Pocophone M3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SIM卡卡针 一些快速指南跟一个透明软壳的保护壳 OK 这就是我们的Pocophone M3的外观 看起来还蛮酷炫的 这个镜头模组的设计 整个大框框还有这个Pocophone的Logo 看起来真的是还蛮酷炫的 最后盒子里面还有附一个22.5W 最大输出的变压器 跟一条Type-C的USB线 像这种便宜的手机 它出厂就已经帮你贴好了荧幕保护贴 所以你就不用再另外买其他的保护贴 而且它还付给你的一个透明的软Q保护壳 所以你也不会需要再另外花钱去买什么保护壳 你需要的 它都已经直接付给你了 超赞 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走过所有的设定 然后来告诉大家哪一些是只有Poco 就是小米家族才有的功能 目前这只手机跑的是Android 10 然后它内建就直接有深色模式 在亮度调整里面有一个叫做阳光模式 那就是给平常你喜欢手动调整萤幕亮度 然后你可能调的还蛮昏暗的 但你忽然走到户外 你就会遇到这种 我根本看不到萤幕 然后我需要去遮一下阳光 然后来调整一下萤幕亮度 这样的情况 所以它加入一个阳光模式就是如果遇到强光 你可能根本看不到萤幕的时候 它就是帮你稍微提亮一点 让你至少可以去上面 拉起你的萤幕亮度调整棒棒 然后让萤幕亮度调 然后你自己看得到了情况 在亮度调整里面还有一个叫做夜光屏的亮度调整值 就是你如果把亮度调到最低 它可以变成超级超级黑 像是我现在把所有的灯关掉 你还是看不太到萤幕 所以如果你到一个黑色的环境 然后忽然看到一个白色的画面 会刺瞎你的眼睛的话 这个夜光屏功能真的是超赞 这支手机的耳机功能超级赞 它的底噪超级低 这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便宜的手机 不会有什么好音质 但是这支手机办到了 它的底噪真的是超低 几乎是没有的 超棒 那这支手机在设定里面 就已经有内建等化器 所以如果你喜欢 把贝斯拉高 或者是高音把它拉高 反正你想要怎么调整 它内建就有等化器 你就可以自由去调整 它的喇叭算蛮大声的啦 然后它有双喇叭 就是你的听筒 这里有一个喇叭 然后跟底下有一个喇叭 那它主打双喇叭好像很厉害 但是它还是最大声的 还是下面这个喇叭 上面这个还是有点像辅助的概念 就是还是会爆音啦 如果你把它开到最大声的话 这支手机的震动马达 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还蛮低沉的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 低沉扎实的震动马达 那这支手机应该算是 80分的震动马达吧 我有找到一个超酷超帅的功能 这就是我们快速切换的应用程式 那其他的手机快速切换的应用程式 就是在下面滑来滑去嘛 但是这支手机有另外一个切换方式 就是像这样 就是拖 然后停一下 就可以快速切换你不同的应用程式 这真的超级方便 我真的觉得超赞的 应用创开也是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同时开启一样的软体 两个 就是同时开启两个Facebook 我用一用觉得Me UI 还蛮棒的 就是它所有东西几乎都可以客制化 像是这样子 自定按键 你也可以通通的客制化 符合你自己的使用需求 真的是超级赞的 这支手机有内建红外线发射 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 我可以遥控非常非常多东西 像是我桌上这台相机 我就可以打开我们的遥控器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拍照 有够瞎 直接用手机当做无线快门 这真的是超酷炫的功能 这支手机的萤幕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就是它是FHD 所以它其实看起来非常锐利 那它的高度也还够高 不像是Sony那种窄窄 细长型的手机 那你看影片的时候 那画面其实还蛮小的 那这支手机够高 所以你看平常YouTube 16比9的东西 它的画面就可以足够 然后就是画面够大 看起来比较开心 这个萤幕的唯一问题 就是它整个边缘 都有一点点蓝蓝的暗角 就如果你在播放比较 白色背景的画面的话 就还蛮明显的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都有蓝蓝的暗角 这支手机的效能 我觉得就是堪用 就如果你开启两三个应用程式 你就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它的速度变慢了 它的反应变慢了 我最喜欢测试的就是用Google Map 然后随便搜寻一个地点 然后按开始导航 看那个动画 到底流不流畅 很明显的就知道 好的手机 跟坏的手机的差别 那像这支手机 我们就随便来乱点一个点 效能真的就是堪用 当然如果你单独使用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 还算蛮顺畅的啦 那你只要开超过三个软体 你就很明显的发现 效能降低的许多 等待时间也会长了一些 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相机的部分 那我们单纯只讲主相机 因为另外一个相机是深度感应器 另外一个相机是 超烂的 200万画素微距镜头 所以我根本就懒得测试 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主镜头的影像品质 照片跟影片的部分 原厂内建的相机APP 就已经够赞了 它已经有专业模式 那你的照片可以拍摄RAW檔 超棒 那你所有的参数都可以调整 你的色温 你的对焦 你的快门 你的ISO 通通都可以调整 而且拍照 录影都可以做调整 我觉得真的是超棒 相机的对焦 我觉得是飞快 没有什么话说 就是几乎不用等待 它的对焦也非常的准确 那拍影片的对焦 我就嫌它有一点不流畅 就是它对到前面 然后马上就对到后面 我们拍影片 比较喜欢 有点线性 就是慢慢的转到后面 然后再慢慢的转到前面 但是它有点就是太机械的 就是看到前面 然后看到后面 太硬邦邦了 我不太喜欢 一般若如果你的手很厉害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萤幕手动对焦 那当然拍影片 你也可以手动对焦 然后只是没有什么刻度 你就只能用眼睛这样大概看一下对焦而已 那照片跟影片的品质 我觉得都还不错 动态范围都还蛮宽的 不太会有高光暗部对比太强 细节拉不回来的状况 最后我觉得这个Pocophone M3 真的是物超所值 可能比之前的红米机还要再物超所值 因为红米机就有点太塑胶了 就是感觉摸起来的品质没有那么好 但是这个Pocophone M3 它的外观 它整体的设计 我觉得都算是非常非常的完整 还有这个很酷炫的塑胶框 对啦是塑胶了 它不是玻璃 但是就看起来外型还蛮酷炫的 真的 4000块可以买到这样的手机 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 如果你有钱的话 当然还蛮推荐 就是买一支来玩玩看的 你应该是不太会后悔啦 该有的硬体它都有 而且都是还不错的等级 那如果你觉得可能没有NFC啊 有点可惜 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细节没有办到 像是康宁玻璃 是Gorilla Glass 3的话 那你再看一下它的价格 129块美金 那你就会觉得 喔好啊 其实还OK啦 129块美金嘛 买起来再说 OK 这是我们今天的Pocophone M3 快速开箱跟分享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个赞 对应我们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的影片 那当然记得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 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